韩国总统尹熙岳及妻子金剑西 本月6日在韩国险中日纪念仪式上 穿羽衣默哀仪式引发争议 据韩国中央日报8日报道 该国进步派专栏作家黄教义7日 在脸书上批评说 有没有诚意 一看就知道 如果发生战争 他会最先逃跑 公开资料显示 险中日是韩国缅怀英雄烈士的日子 6日由于下雨 尹熙岳夫妇身穿羽衣 戴着羽衣帽 在显中日纪念活动上进行默哀 有网民发帖将尹熙岳夫妇 穿着羽衣默哀的照片 与多国领导人的照片进行对比 这些领导人即使在下雨天 也没有穿羽衣或打伞 赴烈士墓地参加悼念仪式 该网民批评到 在先列面前丢光了脸 默哀时 暂时脱掉羽衣帽子吧 据中央日报报道 黄教义在另一篇脸书帖文中称 尹熙岳夫人金剑熙 最近在公众面前 滔头露面参加各种活动 他引用金剑熙去年12月 即使账务成为总统 也会忠实于妻子的角色的表态 说希望金剑熙遵守与国民的约定 在中央日报这篇报道下 有不少韩国网民支持黄教义 失败的仪式应该脱下雨衣 黄教义的话也有对的地方 下次请脱掉它 下雨的话就淋雨 下雪天也是如此 这样默哀才是向那些 为国捐躯的人表达敬意 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 一名网民评论说 下着雨打伞 或穿雨衣不是很正常吗 总拿这些有的没的战队表忠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